如果你 如果被咬到了怎么办 被咬到了先别急 今天这个是意外之外的 意外之外的 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被兔兔咬到了 要不要紧 怎么去治疗 今天BB是立了大功的 首先第一点 如果你被兔兔咬到了 先看伤口 如果伤口像屎哥这样的一个情况 不是特别严重的情况下 只要去消消毒洗一洗 拿一些肥皂兔兔 挤干净就可以了 但如果伤口有点深 比如说这一块有点出血了 对刚刚咬新鲜的 你就需要去拿你的点符 去给它涂一涂 让它做到一个消毒作用 兔兔本身是不会把那些 所谓的你外面所听到的 各种各样什么狂犬病 什么病毒传达给人的 没有 因为兔兔本身有狂犬病的话 自己就死掉了 所以的话 它不会让你人 有任何病菌相的问题 但是你的伤口出了问题 你首先一定要消毒干净 这是很必要的 但如果你的伤口非常的深 因为兔兔的牙齿很厉害 它可以把电线咬断 也可以把那种电源线咬断 所以如果伤口真的深到 就皮粘裂开来的话 那我建议大家 在紧急消毒之后 充水充干净之后 还是去医院去缝针 要去做这个事情的 所以如果今天这个视频 有带血的视频 告诉其他不了解的 养兔兔的家长 如果兔兔咬了人了 出血了 小伤口 一定要消毒干净 但是它不会让你人 导致一些像狗猫咬你 这么厉害的问题 不存在 你问宠物医院的医生 也会这么回复你 你去看各样的一些 维基百科也会这么回答你 这是正确的 但如果伤口非常深的话 你就需要去包扎 因为伤口深 它会让你的伤口感染 这才是导致你受伤 生病的一个原因 这条视频它一咬咬的 我真的是全部都乱了